副教掌专注帮学生 马清去玩政治攻击 正当副教掌黄家和忙碌协助学生处理大学预科班的上诉 马清偏偏在这个时候 没事找事玩弄政治攻击环节政府 马清明明知道上诉结果将会在7月5日揭晓 却选择在48小时前才把文件交上 24小时后就开记者会做出攻击 协助学生的成立何在 由于上诉学生众多需要时间审核文件 所以已经告知各单位包括马清 尽早在期限内提交文件 然而马清姗姗来迟在期限截止后移交上诉文件 接着火速召开记者会攻击副教掌办公室居心夥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无论如何副教掌黄家和回应 团结政府会秉公处理所有上诉 与学生们的利益为依规 不容马清言两句误会 同时黄家和祝愿所有上诉的同学一切顺利 黄家和也呼吁大家不要放弃 如果未能进入大学预科班 政府有及与不同的管道升学 如大学基础班或中六等 再进入国立大学追造 大家继续加油